日前,李肖鹏国足首期集训名单公布,在这份名单里李肖鹏招入了6名门将入队。 侯森、韩佳琪、王大雷、严俊玲、刘电作、王志峰六大门将携手入队,让很多球迷都觉得非常意外。 因为国足集训一下子招入6名门将,在国家队历史上属于非常罕见。 之前,李铁在组织国家队集训时经常招入4名门将入队就饱受争议。 在部分国足球迷看来,国家队集训招入3名门将就够了。 李铁招入4名门将,入选国家队被球迷质疑,是给自己嫡系爱将董春宇,专门腾出的一个名额。 董春宇原本并不具备进国家队的实力,他能多次进国足就得感谢李铁。 那么李肖鹏在国足首期集训,就一下子招入了6名门将入国家队。 仔细分析背后的原因有两点,首先李肖鹏希望能多考察合适的门将人选。 六大门将中,刘电座、严俊玲、王大雷不出意外都会最终留下,跟着李肖鹏国足去日本T12强赛。 侯森、韩佳琪、王志峰更多是来当陪练的,不会入选终极名单。 众所周知,国足没有高质量热身赛,只能踢内部队抗赛。 侯森、韩佳琪、王志峰可以在内部队抗赛上出场,帮助国足完成热身赛任务。 最后,王志峰和韩佳琪都是中生代门将佼佼者,两人这次来国家队,主要是感受一下大赛的气氛。 97年出生的王志峰在本赛季代表武汉队出战时,有过非常精彩的表现。 王志峰被认为是中生代门将位置上的一匹黑马,未来值得国足重点培养。 99年出生的韩佳琪则是12-22国足主力,他在联赛中发挥同样出色。 韩佳琪在国家队训练,更有利于他在12-22国足出战杭州亚运会发挥出超场水平。 综上所述,李肖鹏招入六名门将入队,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。 。